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但它会永远成为我的一个面向 就是那种执着 那种放不下 然后就觉得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才能走在它的身边啊 我是思义99年的现在赌大三在美国 我现在在谈异地恋 和我女朋友在网上认识的 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见面 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在在用耳机通话 然后就一直保持这样的练习 火贝 我要出门了 你在干嘛 我猜对了 他在心中一年 Describe the place where you wish to be with your partner Vintage store Coffee shop I don't know Everywhere Don't worry What are you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are you This is going to be really disgusting But I want to have a Home together Hove a little house together But also separate rooms Because She needs to work on her like music i don't know she needs to work on her own and i uh would like to have my own space as well when you mention her name it makes me smile um like whenever i think about her and talk about her um and also like when she um sends me a voicemail and like calling my name like just calling my name would make me smile oh oh that's it it there's one here that's a question there's a question that's about the 遗传的 缺陷的 对 发展你的年轮 我觉得对于残疾人来说 他们圆满他们人生的方式 可以有其他种 我可以理解说很多人觉得自己人生圆满 必须要生孩子 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从其他的事情上 他也可以获得一种 满足感的信心 所以他们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收养一个孩子 然后把那个孩子健康的养好 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 因为你生完的时候更多的是养育 这种养育这种相互促进成长 这种就是说做父母的 这个过程中的成长 比那个血缘要重要的多的多 所以我 我觉得如果他想做父母 他更多的是那个养育的部分 那他养谁 也不是养的 就是养一个健康的 着重的成长 把自己的爱都付出给他 我父母就是最近当年 去年的这个时候吧 也才有分胎 但他们之前有很多女朋友在忙 他们的关系让我看到 婚姻不会给你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 你想要的那种亲密关系 就是婚姻 因为这个模式不能带给你想要的东西和幸福感 所以我不想把我对于未来的那个幸福感 建立在婚姻之上 我也不觉得就是说感情 是需要一个什么所谓的稳定的基础呀 什么这个婚姻啊 门当户队啊 什么经济啊 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 就是两人之间维系感情 就是两人之间的维系感情 我觉得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亲密关系之中 很重要的是 两个人的精神层面上对于对方的那种坚定 那个精神上的坚定 比我是不是拿到一个政政要重要很多很多 如果我对这个人坚定 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可以依旧对方的坚定 可能想和她ện与你一个人 我准备了这个位置 我想让她 ENCOU 我 ör继续想要爱她 我可以亲爱我的朋友 我可以亲爱我的朋友 我可以亲爱我的父母 但不是她 我还想要 wins 而且那是烤酒的影响 所以我不是完全自然的 我不是完全自然的 她… 我不知道 这个是很敏感的题 我想问一下思雨 你自己个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像我对我自己以后的想象那种吗 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累的人 然后就是希望自己不会停下脚步 然后比如说在每个不同的国家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走走停停 去感受不同的生活 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待和幻想 网络和科技是一个媒介 它确实能够把你介绍给更多的人 它确实能够让你认识到一个世界那一端的 你之前毫无交集的人 但它只是一个媒介 你要学会利用这个媒介来触发更多真诚的沟通和真挚的感情 你别出来 你出电视机 把电视机出来 你看 你看它对我指手画脚 你怎么都 怎么这样 电视机出来 不是家人活来 走开 我们开始争吵了 就因为我涂不满 它就骂我 它说我不行 我毁了它的房间 你像我这样 对对 因为关于未来我们房间的装修肯定会出现真好 你看 对 你看它就是 它又这样就是对我 对啊 我看到你 我看到了 你拖动了 你怎么把我拉胖了 气死我了 我把我自己拉回去了 什么 怎么了 你帮我拉胖 那你离近一点 哈哈哈哈 怎么能分那么开呢 哎呀 你放你枕头 你放过枕头 哎呀 那你为什么把枕头放那么 没事 不用吹枕头 无所谓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是门是吗 然后这个是 就是 那个 地毯 然后这是什么 衣柜 这边就放了个植物 这边是电脑 苹果电脑 看出来吗 大家看出来吗 这是个苹果 原来是鼠标对吧 这个是从日本寄过来的 他的床班 然后他说想他的时候 就是抱着他 然后我就一直 把他放在我宿舍的床边 然后回中国 所以我就把他寄回来了 他一开始说 就是只是代替品 他觉得不是很重要 但我觉得 他把他的床班送给我 我要一直带着他 所以你觉得 什么时候你才能 变成他的床班呢 扣年马 但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吧 就是希望有一天 他还是代替品 而是真身 我就是很喜欢 和一个人分享生活 我喜欢就是说那种 陪伴感 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会期待 能够融入对方生活更多的样子 我不会说就觉得 我们这样陪伴也差不多够了 我肯定是会觉得 会否会认为 有一天 我能拉着他的手 也拉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